等一下,但是我下不來,你先幫我嗎? 可以 我只剩一點點就,甜甜點,可是如果我虧,可能不滑 哈囉各位,我是傅林 那我們今天呢,要去南港 因為我有受到一個服劇的搶商的邀約 我們在8月4號的時候會有一個服劇長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服劇長看看 看有什麼特別的服劇,或者是輪椅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去南港,所以還蠻期待的 那我們就往下看下去吧 然後呢,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在蝦皮買的雨傘 然後它的特色是,它特別是哪隻 就是,因為我每次出門的時候 因為我是坐著的關係嘛 所以說如果雨傘太小的話 有時候其實撐傘會淋濕 可能背部或腳這個地方 所以說呢,我就很喜歡一次大隻的傘切 如果說有跟朋友出門的話 大隻的傘才可以一起撐 然後我就在蝦皮買了這一隻 然後我自己在家裡有開過 它真的超大一隻 你看 很大隻對不對 超大隻的 所以我還更還蠻推薦 如果說你是行動不便的人 然後你有家屬 然後你們就是要一起 雨天的時候要一起撐傘 我其實還蠻推薦這個的 因為這個確實就是 兩個人撐就還蠻方便的 很厲害 掰掰 我們現在呢已經到了南港展覽館了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這張圖 這個就是它所有廠商位置 待會我第一個比較想要去看的是 康陽 因為... 因為... 康陽雖然是我從小到大最常聽到的名字 而且我有買過他們家的輪椅 以及... 一些周邊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去看一下 康陽雖然是... 我在那個... 國小做部件的時候 也有用過類似這種東西 因為... 就是... 長期如果做容易的 他... 腳會穩多 而且會... 沒有辦法學不學環 所以就... 依靠... 這種東西 讓... 呃... 不難站的人 可以... 可以站立到 保留 那個學育環 好 好... 小心喔 所以... 可以趕快 站立得很快 可以趕快 會... 如果等... 會不會... 可以趕快 快點 可以趕快 好吧 可以趕快 進去 一條 跟它 卡比亞最知名的屬於大廠 現在是炫炮了吧 換這台如果在路上會變成大的焦點 超漂亮的 這個鞋撥對我來說太高了 這個我要推我要用衝的 但是好像有點恐怖欸有點高 等一下 但是我下不來 你可以幫我嗎 小偷 幫他拿出來 因為你不好看後面 這個就跟我這個是一樣的設計原理 我看它應該是純態結構的 我有很多大部很多計程車它就是這樣子 你應該搭過很多計程車就是像這樣子吧對不對 就是它就是從後面拉起來 它其實這個有一個優點是 我覺得它比較不會壞掉 因為它不像機械式的 機械式的要保養 它這個感覺比較不需要就是 保養 欸學弟舒服嗎 蠻加你 好 好 B 這個很常在醫院都會看到的 這次是日本設計台灣組裝的 我們今年有兩款叫做Model S跟Model C 這樣來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看一下前面 這是很多小輪子 我們叫萬象輪子 這是我們的專業 那下輪子是一般的輪子 那最大的使用上的感覺就是 這個我們前後 然後再左右都不會變變化 那我們這個輪子 再退 他沒有甩那個輪子的過程 對 所以比較不會變化 我做大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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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1是最慢 然後他可以拍2 3 4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4有多快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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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逛完了這個展覽 那說一下心得就是 因為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來這個展覽嘛 所以說其實還蠻新鮮的 而且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像有最新型的那種電動輪椅啊 以及像氣墊床 現在也是越來越推成初心 因為其實像我小時候其實是有睡過氣墊床的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懂得怎麼自己翻身 對那其實這個對 那個會有路窗的風險 所以其實到後來就 才發現說氣墊床的重要 所以今天來這個展場也是看到很多 就是現在越來越新的東西 都覺得還蠻開心的 那就是這部影片就讓你們看看就是 不具展 就是哪些東西可以對盛亮的來說 是比較方便的器具 那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趕快來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喔 欸 欸 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